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传号 前面现场我是陈凤馨 他的股市昨天上涨了72.93点 收盘指数11700.77点 涨幅0.63% 成交金额1243亿元 OTC市场则上涨了0.19点 收盘指数是146.78点 涨幅0.13% 成交金额370.27亿元 我们今天连线的是 中英财富分析师陈维泰 维泰昨天台北股市 在开盘前的时候还担心 因为美股是下跌的 然后台股的期货的夜盘也是小跌的 所以认为可能会开低 不见得能够拉高 但昨天正在台积电的带领之下 气势如虹 而今天凌晨费成半导体 又大涨超过两个百分点 要如何的来看待 整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现在终于要向上表态了吗 凤星早安 大家早安 昨天其实盘中 那个指数其实非常的温和 我就看到它那个上涨点数 从上涨40 上涨45 上涨55 然后说盘就这样说上去 好像在散步一样的 散步到那个最高点 对对对 真的是让我想到 以前一部电影叫 要漫步在云段 慢慢的涨上去 所以其实成交量也非常的温和 所以成交量大概就1200多亿而已 所以看得出来 这边虽然说大家都相对比较这个谨慎 但是也还不至于说出现 就是这个乱了去乱杀股票的一个情况 但昨天凤星刚刚提到 像是这个台积电 像是昨天的一个 比较属于撑盘的一个主力 那在四大 美国四大指数来讲 这昨天非半也是算是最强的一个 这个指数 所以今天可能在这个半导体族群 或者是电子相关的一个个股 那么今天应该会有机会去进行一个表现 不过我倒认为说 我们从11月份的营收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怎么说呢 我特别去统计了一下 这11月份的一个营收创新高的加速 还记得我们在前几个月 我们都有帮大家做整理 大概每一个月份呢 营收创新高的大概都有70档左右 70 71等等 但是在11月份营收创新高的指标 到了51档 那所以这个 而且在51档的一个内容当中 其实有一半是属于非电子股 那电子股的一个比重 就明显的一个下滑 所以我从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 其实在以往的11月份跟12月份 基本上电子是相对比较淡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其实我们的产业 百分之70甚至百分之80 都是以外销为主 尤其是欧美 那在11月份12月份 基本上大家都准备要过Christmas 要过新年 所以基本上呢 在客户的部分 他们不太容易会去做个下单 再加上马上要去做一个年度的一个财报 事实上呢 所有的客户都一样 他们都不希望上上有太高的库存 所以他们也不会在这个timing去做一个下单的动作 这就是会导致为什么 每每每在10月份之后 11月12月 这个外销相关的个股 他们的营收会呈现下滑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11月份创新高的半导体个股当中 例如说台积电之外 那还有像是历程 但这些真的是非常的难能可贵 但在其他的电子族群的一个部分 我想投资朋友也不要说太一厢情愿 去说让这个电子股就一定非常好 就是在这个美国股市非半大场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要看case by case 还是要看个股 那至于说其他在非电子股的部分 印象比较深的 就是说像这个像什么新大水泥 这个之前内需相关的水泥类股 在这个今年其实表现得非常的不错 那还有像是核泰 这个核泰汽车 核泰车在这个股价又持续的再往上做走高 最高已经来到1617 搞不好这两天 又要再往上去做一个冲高了 所以我觉得在接下来的行情 如果说成交量 都还是在1000出头亿的一个水准之上的话 这个行情可能会相对比较温和一点点 那下档的部分呢 其实我个人大胆的猜测啊 大概在选前应该都是会在季线之上 上次我们有提过 其实在OTC在这一波领先拉回的OTC 其实也顶多就是回车到季线 盘中跌破季线两次都出现手脚 而且是留下下影线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如果有控盘者的话 大概都会想办法维持在季线以上 然后等到这个选举完之后 再来看看一些就是比较好的 没有涨到的一个个股 如果说在这段期间当中 它的股价相对被压缩 可能比较委屈的 可能在这个选后 还会有再往上去做表现的一个机会 但是在过去有一些涨多的一些个股 有中小型电子股的一个部分 例如说之前提过的PCB啊 PA啊或者散热啊等等的 这些甚至有部分安息设计 那最近也确实看到有法人的调节 或者是叫做活力了结的一个买压产生 那这点投资朋友可能也是要特别提高警觉 所以这样子的话 你的节奏是分选前跟选后吗 其实选前你知道大家这边打买 我觉得机会不大 这个是人性的问题 那选后大家至少不确定因素 可能就会消失了 那选后其实愿意去做买进的一个买盘 应该会比较明确一点点 因为其实我这样讲好了 就是因为选举11月11号 然后呢 对不起对不起是1月11号 然后封关日是1月20号 所以其实距离年报 对距离年报的公告 一般来讲在2月中之后公告 事实上它会有一个空窗期 有大概一个礼拜主要空窗期 所以在这个空窗期 我个人认为还是会有个股会去进行一个表现 然后等到2月中之后 这个财报数字陆陆续续公告的话 那么价位反映就是一些财报不如预期 或者是又预期的一些个股 所以现阶段呢 可能就是短进短出 会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情况 再来另外一个 我观察到的现象就是 最近呢上涨的一些标的啊 说实话有些个股 可能一般投资人都不太认识 甚至没听过 他这9999终于听到他的名字 例如说什么桥顶 哇这多久之前的股票 最近连涨两根 对啊以前在讲这个磁铁正列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这很久了 对啊 他现在连涨两根停板 那涨两根停板之后股价多少钱 7块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华冠 这个也是连涨好期前停板 对啊这也是很早 以前还在摩托罗达的年代 大家还记得吗 那时候手机贷工股 还记得吗 对 我们找过产业就知道 对 那个像这种股票 最近就开始活蹦乱跳 而且他股价才4块 7块 10块以下的这个股票 非常的多啊 所以我个人觉得 这个现在的中和有点就是 已经好的股票呢 已经涨上去了 大家其实不太敢去追 那现在呢 那些没涨的 大家敢去稍微玩一下 可是你要知道 这些过去没涨到的股票 其实他的获利的数字 或基本面其实都比较 是有他的基本面的问题的吧 对 是比较不如预期的 所以这边 如果有些投资 对他习惯要去追强势股的话 可以 但现在就是流行这些 还没有发动到 轮涨到 或者是补涨到这些 还没有发动到这些的一个个股 但是呢 你要知道 你买进去的这些个股 其实他的基本面 未必像其他的个股一样 这么样的好 除非他有转机 否则这些个股呢 基本上我个人认为 还是属于短线上面的操作为主 所以他或许会有短线上面的 阻力进驻的活蹦软条 那就算是短进短出 除非你确实有这个投机冒险的心态 而且你 你真的不怕损失 否则的话 这一些他的投机性 是真的非常非常高的 像有些像我们亚斯科啊 这种亚斯康啊这种 一下去可能有好几根停板 上来有好几根停板 可是在他的从跌到 涨的转折 等到一两天 你若没有进场 你大概也赚不到他的钱 所以这就是类似 就是有点半投机的 这种所谓的操作模式 那就要看不同投资人 他各自的决定 好的 我们要非常谢谢 中英财富分析师 陈维泰 提供台北股讯息 供大家做参考